冠冰疫情这个突如其来的空前灾难 彻底改变了全球的大环境 多项经济活动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更重要的是 它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位 在这新常态下 国与国之间 人与人之间 以及人与自己之间的生存模式和思维方式 55年前 当新加坡被迫独立时 我们像一个弃婴 谁也想不到这个先天不足的小小国度 后来居然能够奇迹般的生存下来 我们不但生存下来 而且还茁壮成长 是的 走到今天 背后是我们先辈们一专一瓦 一心一意 以及任劳任怨的付出 与耕耘 使他们的智慧与努力 造就了今日的新加坡 我们的国土有限 天然资源更是不足 这都是无法改变的先天条件 然而这些客观的限制 并没有阻挡我们创意思维的无限拓展 与延伸 我们没有内陆的航班 张艺机场和新航却是世界文明的佼佼者 全球最高货物量的集装码头当中 前五名有四个在市场庞大的中国 而人口和市场微不足道的新加坡 却占了一席之地 如今世界局势改变了 病毒让每个国家都变成了弃因 全球在面对严重的疫情 更显得先天不足 显著的经济下滑和各项接踵而来的挑战 让更多人 让许多人开始抱怨 彷徨 焦虑 甚至惊慌 历史告诉我们 每一个危机到来 总有很多人被无情地淘汰出局 但也有一些人却能咬紧牙关 逆水行舟 他们在危机中找到生机 最终脱颖而出 成为缔造历史的胜利者 是的 要生存就必须勇于改变 不怕改变 甚至拥抱改变 我举一个例子 不久前 韩国天团BTS 在疫情期间主办演唱会 他们把有限量的实体演唱会 突破性地改变成 无穷大的线上演唱会 这个思维的突破 造就立场演唱会 居然售出70万张门票的娇人成绩 这相等于平时主办 15场演唱会的票数 这时代的危机 我们必须正式生存的关键元素 就是思维的改变 所以我们的人民必须改变 我们的企业必须改变 我们的政府也必须改变 我们要做到的事 就是重新塑造一个生气勃勃 充满机会 充满活力和充满智慧的新新加坡 在这过程中 我们更需要由上至下 和由下至上的同心同行 这就是政府的包容 开放与支持 加上民间的信任 认同和参与 唯有举国上下 结合群体的力量 让大家成为共同创造者 我们才能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并且再一次 理造属于我们的新加坡新篇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